这君灵渊 小小年纪 身体就被掏空了 这绝情谷 害人了 不过没关系 有我凤舞牌 自制地欢丸 她好 大家好 她在我额头上敲的三下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 你 你是谁啊 你怎么进来的 就你家这坡房子 要进来还不容易 还好 看来她没认出我来 你是谁 你要是不滚的话 我可就叫人了 我问你 君灵渊 是不是找到了风小五 我就不明白了 不就是一个 偷了仙灵果的丑丫头吗 实得你们念念不忘 不许你这么说的 她的香味和小仙女很像 小仙女长得比你好看 还温柔善良 健义勇为 古道热肠 你这个被君灵渊抛弃的姑娘 没资格这么说的 话说 你身上的气息 跟小仙女还挺像的 如果蒙上脸 连我都会认错 不过 她可是身处险境 还有情有义救过我的 等我把她带到你面前 你就知道了 你和她 是天壤之别 天呐 这玉明夜的脑袋 该不会在冰封森林里 被我给坑坏了吧 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听说 军灵渊好像抓到风小五了 而且 还在逼问她仙灵果的下落在哪 你要是想去救她的话 你就跟着军灵渊 她总归 会回到看守的地方吧 总算是走了 军灵渊啊 军灵渊 碰山 就没什么好事了 好你个军灵渊 这都四更天 还来不来 果然 长得帅的男人 都靠不住 我要是再相信她的话 我就是猪 哎呀